社会交流点31号晚间 吉安乡惊传了砍杀的案件 一对谢姓兄弟开着进来的小货车一路被尾随 直到他们停了下来 竟然就遭到后车三人持刀蟹棍棒靠近 谢姓兄弟立刻拿出了刀蟹下车反击 过程中一名黄姓男子身中多刀倒地 事后警方找到了谢姓哥哥 他表示双方并不认识 也不知道为何会被尾随攻击 小货车才刚停下后方的白色小货车 也慢慢移动到前方 接着车上走下一群人 手上拿着武器走到货车旁展开攻击 不过车上的兄弟党也不是省油的灯 立刻反击双风打成一团吓怪附近居民 事情就发生在上个月31号晚上花莲县吉安厢 当时谢姓兄弟开着小货车 发现一辆扫客车一路尾随 他们便把车停在民宅前想问个清楚 没想到对方疑似想寻仇 兄弟党趁乱疑似抢走对方的武器反击 造成其中一名黄姓男子身上多处刀伤 双方眼见事情大条了连忙开车离开 独留黄姓男子育人握倒在街边 男子浑身是血握倒在路边 全身上下都是伤 这户人员急忙将男子抬上单架 送上这户车直奔医院 警方巡献找到谢姓兄弟的弟弟 他说不认识这些人也交代不清楚冲突原因 至于其他逃逸嫌犯 警方正全力追忌中要厘清案情真相 记者实力行送雁花莲 从博斗 中文 李榜